位置、作息、手機內置加速器洩漏了你多少秘密 FB IG 重度用戶需要留意 近日有科技媒體報導 Meta旗下的Facebook、Instagram和WhatsApp 在用戶禁止它收集位置數據之後 仍然可以透過用戶上傳的照片進行追蹤和資料搜集 之後有網絡安全人員進一步揭發Facebook利用智能手機的加速度計 秘密搜集用戶數據,從而推斷用家的位置重作息 雖然加速度計是第一代智能手機已配備的零件 但認識它的人甚少 加速度計是物理儀器 加速度的出現會令儀器內的彈簧產生變移位 影響量翼的電壓,電壓再轉化為訊號 最早起1920年代開始成型 之後量產以獨取橋樑的充力承受和飛機的抗震能力 再持續改良並拓展至其他領域 包括汽車的充力計算、計部器、建築監測等等 而手機內置的加速器是三軸的 整合各方向的震動數據 便能判斷手機的運動狀態 從而做到畫面旋轉功能 對於手機的加速度計權限設置 目前Android和iOS系統均沒有相關的選項 因為加速計不是獨立運用的功能 而是輔助零件,不具備高階的演算能力 亦不牽涉網絡或直接的個人資料,只是感應震動 而健身程式多數會要求識別體能活動的權限 裡面包含加速計在內的多個感應器 加速器的數據整合 能夠輕易推斷用家的個人作息規律 例如多數用家都會把屏幕直向作為日常使用 或向屏幕作為遊戲和影盤觀看 休息時間則將手機平放 讀取橫、直、平放三種數據 已經能夠粗力評估用家的睡眠、手機娛樂和非娛樂時間 而加速器能夠感應更細緻的震動 例如搭車時候的車輪震動 和用家步行不同路段的震動變化 當配合其他人的數據時 更能推斷位置和身邊的人的資訊 例如乘搭同一輛巴士的用家 手機都會有相同的震房頻率 以震動維持的時長和變化 可以推測移動距離和路況 電腦只要將擁有相近震幅的用家數據篩選出來比對 便能得知用家的知情群組 和非知情群組的分布和動向 現時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一直跟著智能手機的用戶私隱安全 所有公司型機構、資料使用者 在處理用戶個人資料時 都需要將從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六項原則 當中第一原則定明 資料使用者在個人資料的收集手法 需要合法公平 收集的資料對使用目的必須而且直接相關 資料收集範圍應足夠但不超乎釋度 以及對用戶的告知和用戶權利上的規範 另外私隱公署一直跟政府研究 修訂私隱條例並徵詢立法會意見 修訂方向包括 設立強制性資料外洩通報機制 訂定資料保留時限 賦予個人資料私隱專員行政罰款的權力 及規管資料處理者等 加強保障個人資料 科創力量成員 兼香港資訊科技聯會會長邱達根表示 要真正保障用戶數據 必須從政府立例批管 和提升用戶知情權入手 主要就是要讓大家知道 即是用戶知情權 第二就是政府要考慮 如果他做一些覺得很敏感的資料 是否需要立例去防止 而不像現在香港很多時候 我們被批准 知人有沒有法律效力 你不覺得他只是提議大家 不要用小心問人 一定要立例才可以讓大家防止些 所以商家來說 你不立例你不出例 他當然是盡量的 因為今天的數據大家知道是值錢的 是等於錢來的 有時候我買部手機 我可能部手機不賺錢的 但是我靠這些數據來賺錢的 現在這個已經是很明顯的趨勢 政府香港的部門 專員那些要做多一點點事 以後就不是看看 你哪個洗頭水安全 是逐個APP 要有個團隊在這裏 這個APP才會拿那麼多 那個APP才會拿少點東西 如果有問題 就要 aware 公眾 這些APP是危險的 因為如果大家連態度都不一樣 我們這一代覺得Ci問題 可能你百元買一部三千元的電話 但是我不能確認你 原來有人制 是不是這個世界很難說的 最重要就是awareness 大家先知道我這件事 如果你說了給別人聽 這些APP 手機 是哪些拿你 哪些不拿你 甚至我說明我拿你的Data 我給你九折 你只要有足夠的消息給大家 那真的有人肯做問題 不用立例 中大訊息工程學系 劉永昌教授認為 網絡師有問題 是上世紀網絡誕生的時候 已經存在 用家一直處於被動 其實有權限和沒有權限 分別不是很大的 你可以說它是 將責任交給用家 但用家是沒有 沒有討價玩家的能力 沒有議價能力 要是用 要是不用 你有權不用 你比較用一部電腦 你要簽同意的東西 還有你買一部車 要簽同意的東西 已經是很不同的東西 你買一部車 如果它出了市 就是說我估計 你可以告汽車供應商 賠償很多 但電腦一直以來都沒有 一開始你要用軟件 它已經說明是 完全沒有任何保證 你用者自己承擔的風險 這個是一路以來都是這樣 我估計是一開始 幾十年前有了這個工業 它是一路以來的 運作模式是這樣的 而大部份用家都接受了 你如果要改的話 我不知道它怎樣可以改得到 第一樣東西 你要先有選擇 不是比較 但如果所有東西都是這樣的話 基本上你沒有什麼選擇